起点 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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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 起点 终点 终点 那我该用哪一个当起点呢? 这个还是这个呢? 你想说都可以吗? 不行 为什么呢? 我画给各位看 像一 二 三 有没有 变这样 然后把Ctrl加Z 那换一个方式好了 再一次 绘图 弧 起点 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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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点从这边 一 二 三 就对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特别注意 它那个画弧 是逆时针 所以你的起点 一定要是从逆时针开始 你不能用从另外一边 它就变成另外一边了 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 那你们就可以利用像这样的方式 去画 那当然如果要精确的像我们今天这个范例里面 要能够画出像这样的精确的 那该怎么做 另外我们这个地方 顺便会提一下就是什么 所谓的那个阵列 比如说你今天要画出一个所谓的阵列 所谓的环形阵列 那选取一个这个 选这个 把它选取起来 按Enter 然后假设说我这边要八个 然后中心点在哪里 中心点在这里 大家一个确定 有没有看到 就一个花出来了 这就是所谓的环形阵列 那环形阵列呢 后面也是会提到的 环形阵列 跟那个矩形阵列用的还蛮多的 那怎么样利用这个方式 画出糊之后 你也可以画一朵花出来 这里的话呢 我想你们先大概了解一下 先了解 糊 随便画一下 了解一下它的糊 感觉一下 怎么样 糊就出来了 糊 这个是不精确画法 再来了解 糊里面有这么多 有没有三点 什么什么一堆 那你可以先找一个 那你可以先用什么一个 一条线当成一个基准 画画看 那再来用一个 两条线的基准画画看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 你们先试着了解这个 糊的部分 好 好